大家好 今天是8月9日 星期二 今早的時間 大家應該曾經有一刻 會覺得股市 好似好很多 至少氣氛上也好 成交上也好 突然之間就好似暢旺 當然大家都知道什麼事 因為今天在11點多的時間 有些消息傳出 行政會議召集人 葉劉提及到 政府可能考慮 豁免內地投資者 例如雙重引發水 消息一出的時間 地產股馬上爆炸 其實那一刻 市場突然間 升幅割大了 我馬上看 那些成份股 那些股份突然有些移動 我真的看到那些股份 先升上去 當然很快就看到那些消息 我一看那些消息 我一看那些消息 第一個感覺 其實也是很差的 你問我 我兩回想 為何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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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馬上 因為我也沒有 那一刻 某程度上 已經找到很多消息 一路到處都沒有特別 找到消息 不過 看到中午的時間 其實市場的氣氛 是很明顯顯得好很多 因為 你見過成交量 去到差不多500億 500億 不是一個很大的數目 但起碼 你會看到 成交量 去到下午的時間 是多於昨天 好像也多於 我們百人之星期五 好像也多於這個數目 又好像出岸一點 而且 因為很多朋友 都持有本地地產股 所以 看到他們的蛋 大家應該都有點興奮 但又好笑 但上去的時間 有些朋友 都問我 究竟發生什麼事 我當然會把新聞 再傳出給他們 我朋友 都很明顯 說這些消息 就是先送了一半 反而他突然轉 他又真的 在中午收市之前 買了一些顯身工具 大家都知道 在下午的時間 有一個消息 就出來 例如說 不解對意思 開市之後跌 跌回地產局 升幅就收窄了 我又不知道 我這個朋友 去評論初未 但是 你也可以說 因為 我昨天也和大家分享過 當這些市房 你的市場 很淡也好 只要突然之間 有些消息出來的時候 而那些消息 有些針對性 那些板塊 一定會有些移動 而且那個漲幅 或者那個反彈 那個變化 可以很厲害 真的可以很厲害 當然 下午回來大家都知道 發生什麼事 我試過升幅 就沒有了 因為大市 最多的時間 都升到差不多 200點 但是 又沒有了 收市 又倒跌下去 但是 有兩件事 令我更加知道 市場不好 市場不好 其實 我覺得這些市場 我也不會說 它是很差 但是 是很黏 有些人 覺得市場 現在要向上 還是向下 我這陣子 都說 這陣子 因為 好消息 又沒有什麼 壞消息 沒錯 之前也很多 但那些壞消息 已經穿越了一段時間 在某程度上 都已經消化了 所以 在這個情況下 你會很欠缺一個 膠質的狀態 好像掉不下 但是 升不下 那樣的情況 而且 下午的時間 成交量 其實很少 埋單計 822億 比昨天的時間 還要少了 849億 而且 剛才提到 上午的時間 成交量 是500億 就算下午的時間 下午的時間 是全角的成交量 計算上 那些地產股 即日那些 叫做 套利盤 或是套利盤 也算賣 322億 但其實是很少的 很少 但更時間 反映市場 也是一個 很頗 代變的格局 所以大家 先看清楚 明天早上 將會打出CPI數據 未確定明晚 看看这个数据,市场有否更多的方向 预计了20,000点,这些位置都是上下下下 大家选择过股价是可以的 过股价有一些消息令到他们的街上有些移动 选择过股价是可以的 但是昨天呢? 今天呢? 今天呢? 大家看到我做了节目的时间 其实有点不开心 为什么呢? 因为昨天那段视频 NY问我 为什么你不断买MAKO MA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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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大家说,100元就下底了 现在又不出手 我昨天跟大家分享过 其实我不是不想买,但真的没有钱 也真的要有其他一些心碎的选择 当中提及到1072MAKO MA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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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现在看到那一层板 还有呢? 我打算沽了一只龙园 因为龙园的势图太差了 你看到龙园的势图太差了 你看到龙园的势图太差了 所以说 我其实不过去想 今早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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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想想 究竟是怎么换 换哪一类型的股份 因为 其实我今早有点质疑自己 就是说 如果解释我要沽一只龙园 我应该找回一只 叫做新龙园股 但如果我转了这个 叫做神怀的话 其实感觉上 好像有点点 不是那么爽 不是那么爽 这个是什么呢? 好像觉得自己 明明好像有新龙园股 但是已经买煤炭 但是想想想 其实是两种东西 我跟大家分享过 欧洲的情况 现在是多严峻 都变成了煤炭那边 需求 其实是大的 所以神怀是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 想想想想 也就是买成花 但谁知道 当想通想的时间 神怀就爆上去了 而且越升越多 所以 那一刻 就觉得 真的要买半拍 开始觉得自己 真的失败 带着头翼 就买了一只 一出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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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特 我都和大家有分两个 我都说是可以的 所以 之后 就变成了 是买了新特 也是小柱 小柱就买了 最主要是验试好 代牌色 也不错 但是 神华 应该是要买神华的 所以神华 如果再下一些 的话 我也再想想 是不是应该要再沽一些货 去买它呢? 我会想这个 不过 明天我应该不会 神华 所以我都会等一段时间才买 不过 如果想下一些 如果想下一些 的话 就买一些 可以的 我现在有很多股 我买来都是 收息的 甚至买了 业务的发生前景 就是去买 所以 变成了 这个就是 我所想的事情 不过 我见有朋友 都问回 一买一买一买 就说 我之前提议过 现在 有没有沽货 那些事情 其实 我想说 一买一买三 我非但不会沽货 我还会找机会再加注 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况呢? 其实 认真的 买一买三 买一买三 业务发展 如果以一个公司 基本面去看 其实我不应该买它 甚至乎 它其实 不会达到 我本身 针对股份的要求 因为它基本面 其实是不可以的 真的 如果我之前买它的时间 但是 为什么我当时会买它 甚至乎 其实 我是分段去买它 我记得 我当时最开始的时间 是买它 不知道 很久之前 我想 两年 两年前 那时候买它的时间 其实它是过百左右 第一主要是过百 然后月买 可能是两个多元 买过 三元又买过 那现在平均价 大概应该是两 我想跟原价差不多 平均价 那 但应该我会这样做呢? 其实 这一款是有点异数的 跟我以前的 和大家分享的选股方式 以及要求 是极其不同的 那 这一款 其实之前买它的原因 是因为 我觉得它有机会私有化 因为它是一间 其实你说哈尔滨电器 这间公司的名字 大家可能 比较少理它 而且 你现在看它 亦都不是什么 很大的公司 业务 甚至大公司业职的话 觉得它是很不够的 就是它上一年 亏损四十几亿 是很不够的 但是 其实你看看公司的背景 它可以说是全中国 第一个 或者是 在基建方面 也是一间 叫做好老牌的公司 那 业绩也 那时候 已经超越了 但是 为什么我买它 是因为 它其实不是没有私有化 它其实几年前 试过私有化 但是那次 是不成功的 而当时 私有化的作价 大概是四个多 那 为什么会不成功呢 其实那次是相差零点几个% 是 就是 就是四个八 但是 当时 我觉得它买它的NAV很高 它那次的NAV 大概是十元 那四个八 因为太多沽寒 所以最后就不成事了 不成事之后 那次股价就不断 跌下去了 但是我买它那段时间 是因为它差不多有 因为它那次是 应该是私有化 之后一年 记住 香港的上市的条例 如果你假设你要私有化 你不成事 那当然不行 你最快 你最快 一年之后 才可以再提私有化 那时候我又想着 它会不会一年之一 再有机会私有化 而且它的作价 比上市四个多 不行 那又没有机会 可能会再高一点 所以当时是有这个冲击 你有这个想法的 而且我研究过它 其实有极大机会 会这样做 但是之后 没有这样做 没有这样做过 甚至乎 业绩很差 那 它做了很多减息 而且它有一件事 就是它换了个高管 管理层 如果它换了个高管 那高管本身 是南方电网的人 那 会完人之后 其实地环署这间公司 反而你这么说 如果以往的时间 可能我买它的时候 就是博它私有化 当然现在不成事 但是自从它换了人之后 那些做事的方法 或者公司做了些什么 好像刚刚提到的 就大幅减值 把坏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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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间公司 就突然间 干瘾了很多 而且你会看到 可能它的生育管理层 都有一些叫瑞二 可能想夹把我改公司 这是其一 其二就是 我经常都说它 抽水速能 其实 为什么我会买1072 有些买它呢 因为1072 和MIMA3 其实是内地抽水速能 做一些水的锅炉 即是什么 那些发电的东西 那些东西 他们做得最多这些东西 内地方面 其实你当作 它两个公司 就占了整个内地的 水的锅炉 那些锅炉 我不知道是不是叫锅炉 那些锅炉 那些锅炉 占了十八成 每间锅炉 每间锅炉占了四成 所以如果这样计算的话 我预计到内地方面 抽水速能 会狂 不断加大 所以变相之下 MIMA3 也好 东方电器也好 它们的商机也好 这些部分的商机 就会很大 所以现在 现在拿着的原因就是 看过这些东西 是的 我对抽水速能 这些东西很概念 因为我也花很多时间 研究这些东西 也都知道 其实它们会做很多 今年以来 应该只有MIMA3 都拿了很多这些东西 所以按道理 它的业绩 今年上每年的时间 迪达后的时间 应该会很厉害 既然我拿着货 我就先拿着 看日到当时 也是那样 想考考自己的眼光 而且 我们价格不知 提合到 这些重型机械 这些公司 或者是 发电 就是装置 这些公司 整天都会有些衷景 就是会不会有机会重组 所以这东西 其实 有现在 有很多概念 当然 这东西的投机 还未重 因为刚刚提合到的 一些情况 好像订单多 但基本上 真的不理想 还需要时间 去测试 所以 这间就是 为什么我拿着 妈妈衣服 甚至乎 想说 加着 1072 那个 原因 所以 买 不要说不行 但是 要等 很多耐性 而且 1072 你见得到 9个多 可能9个2个3个 就不怕买 但是高追 好像又不太直白 就是这样的情况 但是 你买得这一款 就有什么味道了 真的要跟它 比较有名 那 好了 再带上这个 麦克妈8 还有这个 1299 麦克妈8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 麦克妈8 我也是 那句 有钱我才再想 现在我不想 因为 现在 买完 这个 生日之后 没有什么弹弱 而且我强调这件事 弹弱的东西 就真的 不要用尽 只要你留下一些 即使是投资方面的钱 就算你 可能你说 Touch 这样说 输了也不会很影响自己的生活 那又更好 但是 当然 不希望输了 但是 都要量力而为 而且 我真的 暂时不想要额外加钱 因为 市场你现在 不通透 所以 我再加些钱 可能再多些钱 的话 我又不想 虽然 虽然是有信心的 因为 我现在买 这个股马 那些股 是有信心的 但是 就是要 耐性 那 最后就是这个 1299 1299 之前和大家都分享过 我都说 对它 没太多的憧憬 因为 某程度上 你也可以说 那 怎么说 它 大家一直看 它的内地发展 但是 现在 现在 是可以吗 可以吗 似乎 又要看看 一些时机 特别是 现在这段时间 大家试想一下 现在这段时间 就是 它本身 怎么说 就是 叫做 叫做 什么呢 就是 现在的疫情 还是有些影响的 现在很难 可以 叫做 大的发展 内地 内地方面 除了开市场 是可以的 做得不差的 但是始终不可以 是一个 亮点 所以 就要看看 内地方面的情况 如何 如果内地发展 是好的 那当然 对于它的业务发展有利 对于它的股价也是 但是 现在的问题是 你又没有什么特别的消息 的时候 那你唯有 只能坐 现在的股价 就要试试 那我试试好 那你的权重备 就差不多了 但是现在这段时间 市场 好像没有方向 很闷的时候 不妨等下 而且 如果只要买也好 75元 才考虑 现在这些位置 77元 又不算很直播 所以 唯有大家 未有货的 先等下 有货就自己 要小心点 好了 那今天就先说到这些 大家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再留言给我的 那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